Hello 大家好 我是Nekong 今天我會坐飛機去杜拜轉機 然後去倫敦 我選擇了坐Emerys 這也是我第一次坐Emerys 我昨天用了他們的網站 由Economy升級到Business 加了$3890 我也是第一次坐Business 所以我都很期待 很興奮 那我們CYC吧 Let's go 今次坐Emerys的機型是A380 這種機型有兩層 商務艙和頭等裝都是上層 A380的商務艙座位分配是121 每位乘客的空間都很足夠 私隱度都比較高 比起另一款機型B777 那種232的座位分配是比較好的 我們首先看整個座位 前面有個23吋的電視屏幕 下面有一個浪腳的位置 也挺深的 可以看到我坐下之後 我的腳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動 終於不用坐長途飛機 坐到腳都避 我左手邊有3個儲物空間 每個儲物櫃的空間都很大 我整個大的手袋放進去之後 還有很多位 而右手邊有一張迷你的吧台 有兩罐汽水 兩支Evian的水 和一支有汽水 座位還有阿聯由自己出的耳機 這款耳機的耳罩比較大 和Economy的中耳機是不一樣的 還有襪子、眼罩 以及一張都挺厚的皮 我一開始就沒有用它 所以就把它放在儲物櫃裡面 話說我搭這程機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非常時期 但是行程很早就預約了 所以我上機之後 就不停用這個消毒濕紙 我一開始就知道是鮮橙汁 是很好喝的 所以在起飛之前我已經喝了兩杯 再來空姐就給了我這程機的菜單 他可以點的飲品有很多 包括有果汁、雞尾酒、紅酒、白酒、香檳、啤酒等等 還有菜單都會寫今晚的晚餐吃什麼 它有分前菜、主菜和甜品 非常仔細的 Emirates的電子系統就叫做Eyes I是Information C是Communication E是Entertainment 當然就看看有什麼好戲看 電影的分類其實都分得很仔細 除了Hollywood或者Bollywood這些之類 還有巴基斯坦或者希臘地區等等的電影 看看它有什麼新戲 有這期非常大熱的寄生上流 我前陣子都看了 還有Judy和Joker Information方面就有航班的資料 它有一個畫面可以看到飛機外面的情況 但因為已經是晚上了 所以就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各地的新聞可以看的 可以保持最新的資訊 Communication 就有一些關於打電話和Wi-Fi的資料 搭Emirates的機器都有2小時免費的20MB的數據 但限於傳這些訊息 例如Whatsapp 受不了Instagram 我覺得它觸控的屏幕反應很慢 我用上去其實很不方便 有時候我按了一個按鈕 要等很久才能收到 所以我多數用它的遙控去減片看 巴桌那裡也有一個小小的iPad 它也有些看片和聽歌的功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個蚊也蚊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它的屏幕也太小 所以我沒什麼用過它 所以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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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很好的給我 它也選擇了一個味道挺好喝的 不會太激 之後我換上它們的對墨 坐也比較舒服 阿聯酋的空姐也很細心 我起飛之後我選擇了出戲看 它看到我看電影 它就會自動送上花生 果仁拼盤 送上來的時候還是熱的 是很好吃的 連平日很不喜歡吃花生的我 都忍不住吃了涼豆 本來我打算看這個 《Once a Point in Hollywood》 但我看了15分鐘之後 因為我很不專心 又不明白她看什麼 然後我就選擇了另一齣歌 師奶來看 起飛一個小時之後 就開始上晚餐 座位的桌子 是由右邊的巴桌伸延出來的 它桌子是正方形 也挺大的 開了桌子之後 空笑就會過來放上這個桌布 前菜我叫了 煙鴨胸肉配甜酸沙律 前菜還有沙律和餐包 我第一次在飛機上吃東西 是這麼有儀式的 味道也挺好吃的 但吃得出肉是雪藏了一段時間 它中途也會送上這個餐包 上主菜之前 空姐也會問我 想不想喝點東西 這次我就貪新鮮 叫了一杯香檳 我希望在睡前 多喝點酒精 之後就會睡得容易 那主菜呢 我就叫了這個 烏牛扒炒飯 反而主菜的味道就很普通 可能我不太懂得欣賞它的醬 而且它的牛肉 煮得很軟 好像牛腩一樣 炒飯也很軟 一點鍋氣都沒有 就好像普通平時吃到的飛機餐 最後因為我吃得比較慢的關係 就是我吃到甜品的時候 其實整架飛機的燈已經調到暗了 我就選了兩款甜品 有我最喜歡吃的 芝士蛋糕和水果拼盤 旁邊還有兩粒朱古力 芝士蛋糕的味道很淡 不是很好吃 水果不果不失 話說我去意大利的時候 真的經常吃奇異果 那裡的奇異果真的很好吃 座位上面有兩個USB的充電位 還有一個三腳插頭 我真的很可惜 我忘了帶相機充電相機 幸好拍完這次航班這一層機之後 相機還有點 看看上層的廁所 我認為廁所的空間都很小 跟普通Economy的廁所大小差不多 而且我覺得它的清潔不是做得很密 我坐在Economy的時候 其實廁所因為多人用都蠻髒的 廁所有男女士的香水 還有一些手霜和牙膏套裝 Economy就沒有 大家都知道坐飛機很乾的 我又忘了帶這個手霜 所以我也拿了一瓶來塗 吃完晚餐之後 就差不多時間想睡覺了 這裡的窗不是用手動的 而是用電動按鍵去關 但我反而覺得這樣有點不方便 它的椅子是可以調到一個完全平躺的狀態 整張椅子就會變成一張床 再加上這個昏暗的環境 而且也挺安靜 所以真的會睡得著 而且挺好睡 但它比我的床墊很熱 所以我睡到一半 其實我會把整張床墊拿走了 才能睡得著 我160cm 其實我整個人都睡在這裡 我腳前面還有一些空間 完全不需要曲腳 我相信170cm的男生 就算躺在這裡 都不會頂到腳 我還很懂得享受 我一邊聽著阿拉丁的音樂 一邊睡覺 我前陣子真的很喜歡這齣電影 我還看了兩次 其實很無奈 因為我坐這層機的時候 我不是太睡得著 其實不是太呼吸到 但因為很害怕 所以就沒辦法了 A380機上面 其實是有一個酒吧 給頭等倉 和商務倉的客人去用的 可惜本身坐這班機 既然有人又不多 加上遇上這個情況 大家都避免去一些很公眾 很公共的地方 所以酒吧就沒什麼忍 但其實酒吧裡面 是有些小食和甜品提供的 還有一個伴侶 即場會在這裡調酒 所以如果你是坐很長途的飛機 在那裡消磨時間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 我睡了差不多三個小時 就到這個杜拜國際機場 我還記得我在飛機降落的時候 還特地看這個哈里法塔 我到了杜拜機場 我現在就等著轉機回到倫敦 我覺得剛才的行業 真的坐得很開心 而且也是人生第一次 覺得有很新的體驗 我接下來會坐在普通的經濟艙 我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